灵蟹第二季 虽然本身就是女性像漫画卖卖服 也无可厚非 但是相对于第一季 第二季的某些部分 更像是刻意为之的杀必死 灵蟹 甜的时候甜入心头 虐的时候也是整个心肝疼 心疼说无法判断是否单纯 有太多经验的端木 一直以来被多少所谓单纯伤害过 心疼小端木 小时候的笑容多么灿烂 长大后依然心存温柔 却冷峻面对诗人 魔道祖师 动画组对原作进行一番改动 基本是常态 坦率的讲 照搬原作动画组收获的是美名 被骂绝对不是他们的锅 但是一就会选择魔改 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剧情 极数以及漫画进度就原作来说 魔道祖师可以吹一波 至少我身边有很多人 因为这个入了单位坑 人渣反派自救系统 要知道原作沈青秋最后可是被他徒弟男主落冰河 活生生消成了人滚人滚 沈青秋内心一半匹草泥马 黄奔而过 不是我不想到男主大腿 可是谁让这男主他妈的是暗黑戏 有仇逼炮千倍奉还的类型啊 为什么女主们应该走的剧情都要强交给他 此外还有帝王公略宫内月影西书 除渊亲手落下火器 将密函八百里夹急送往云南 这次又想要镇用格交换 末日曙光终生敲响 病毒肆虐 你想怎么办 是退缩 还是勇往直前 是放下武器放弃希望 还是在乱世之中崛起 更多精彩漫画 请关注公众号54漫画家